B站的朋友们,你们好,幸会,我是脱枪式神,英文的网名叫做Armed Foodie 2017年5月9日,我开始在美国油管平台上经营一个不起眼的小频道 内容以枪械知识为主,至今已经发布了将近200个视频了 所有的视频都发布在油管,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平台发布过 从去年开始,有网友转告我,我的视频被人搬运到B站,我没有在意 我之前也并不知情,2023年开始以后,更多的网友告诉我 我更多的视频被搬运到B站和虎扑网 首先,我想对搬运我视频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对我的作品的赏赦气重 枪械知识在美国华人圈子里面是个冷门话题 我想搬运我视频的朋友也是出于兴趣爱好和对我内容质量的赞同才搬运的 对此我并不介意,但是我希望搬运我视频到B站 虎扑和其他平台的朋友们可以删除你们已经搬运的视频 我这个请求并不是为了要维权牟利或者处于妒忌 我接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原因一,各地有各地的法律,对于节目内容的要求和限制不同 我频道的内容不可能全部原封不动的通过B站审核在国内平台发布 然而我频道的风格一向注重的是枪线安全和技术知识 个别搬运的视频因为要过审核,搬运的朋友对我的视频进行了一系列的剪辑和修改 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如果内容不在我控制之内的话 有一些我故意放进原版视频中的操作细节一旦剪掉了 就可能在不经意的状况下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枪械使用安全步骤 误导观众不说,还有安全隐患 原因二,我有很多作品将一个内容分成了几期播出 或者一些话题分系列来播出 搬运后的视频有的没有完整搬运 内容残缺,参差不齐 没有一本完整的武林秘籍,你学起来也没有用 还有可能走火入魔 枪械也一样 我视频中有我微信、电报和推特的联络方式 我有群,但是仅限已经合法拥有枪械的朋友们进入讨论 我最近受到很多好友邀请 但是很多一开口就是出言不逊 除了个别的问候我伤亲以外 更多的是直接问我发不发货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我不做生意 我不做非法的事情 频道所有的视频都在美国拍摄 所有的枪械在美国当地合法购买和使用 碰到这种人家我好友 我会第一时间拉黑 搬运视频后将我的联络方式公布在B站上面 对我处理联络邀请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原因四 有很多搬运的视频是我早期的作品 而且根据地方法律和我对枪械知识的认识逐渐进步以后 我有制作更新版本 搬运的视频有保质期 有的的确是过时了 因为搬运后的视频不是我控制 我很难更新保证质量 这些视频很容易看得出来 音质很差 发音不标准 内容啰嗦 不流畅 因为没有文案 里面有很多哼哼哈哈的片段 还有内容间断 因为没有剪辑过 以上是我请求搬运我视频的朋友们 删除这些视频的主要原因 我会筹划将我的视频改版以后 加入明显的海外制作标签 在合法的情况下在B站上上传 我在油管的频道上 也有一些除了枪械话题外 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以后的经验 经历 所见所闻所感 还有对美国社会现象的一些评论视频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些话题也可以在B站这个平台上面 跟你聊聊 您可以在评论区告知 您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但是这些都是之后的事情 有条件的朋友在此期间 可以正常的在油管上找到我 在油管上搜索 驼枪石神 或者armedfoodie 就可以找到我了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91年移民美国加州的华人 听我的口音可能令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北方人 我的口音是因为多年和早期移民美国的 广东 香港 台湾的新移民接触后的混合产物 我在美国经历的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工作 结婚生子 一整套程序 本科为电子信息管理系毕业 拿到上网硕士以后 就没有再继续读书了 我平时的正式职业是IT行业 我对枪械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 我有教练资格 但是从2020年开始已经不再带学生了 我在业余时间从事视频制作 可以更快更有效的接触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并且互动 我创办这个频道的原因是在2016年的时候 因为目睹了当时新移民的华人在美国购买枪械的时候 因为语言障碍和不懂行 被电源羞辱 才决定开创这个频道 用中文去教授一些枪械技术知识 为了视频内容的严谨和对观众负责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接受各种培训和考核 最终获得了全美步枪协会手枪教练认证 步枪教练认证 靶场安全监督认证 加州司法部枪械教练认证 并且申请考核以后 获取了随身隐蔽式持枪证至今 我的频道内容没有什么娱乐性质 想要看各种好的装备的话 我的频道极少 多数以枪械安全操作 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为主 成门网友们的厚爱 现在我很享受我的频道的状态 和一路过来有幸结识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这些是我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信息 请帮我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视频 并且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也请已经搬运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尽快删除已经搬运的视频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是脱枪式神 我们下次见